而十七年前,周星持偶心力学拍出的大化西游,却赔到血本无归,新成立的电影公司直接破产,更是被列为年度十大烂片。 多年以后,大化西游却迎来逆袭,成为无数八零,九零后心目中,不可磨灭的经典。 那问题来了,至尊宝明明是去救娘子晶晶,为何会爱上紫霞呢?为什么唯独至尊宝能拔出紫青宝剑? 城墙上的这对男女,是至尊宝和紫霞吗?还是另有其人? 他说孙悟空好像一条狗,又是什么意思?如果你被问住的话,就跟随不古的视角,让我们重回大化西游,为您解读所有的迷惑。 五百年前,孙悟空妖性未卒,受性还未退化,注意看此事他还没戴上金箍,满身桀骜不逊,不仅欺骗无知少女白晶晶,将其抛弃,还勾引大嫂,与牛魔王的老婆,铁像公主花钱月下,她还是个花心大萝卜,为了和牛魔王的妹妹成亲。 他居然把师父唐僧作为贺礼,约了群腰吃唐僧肉,欢迎菩萨准备替天行道,除掉悟空,以免危害苍身。 唐僧葬慈悲为怀,愿意牺牲自己,以命理命。 正所谓,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,我这样做,非是想感化人,以配合我做慈悲的大无畏精神。 师父一死抵罪,换来悟空五百年后重新做人,除其罪孽,五百年后,悟空转世成为善贼大当家之尊宝,霸占五岳山,逍遥又快活。 这天斧头光来了一位不速之客,亮绝五台山的春三十年。 下的斧头帮一栋小地魂飞魄散,强盗不抢钱财,专抢过路人脚底板,老汉没有脚,这下可惨了。 原来他们在找脚底有三颗痣的人,直住静春三十年为了吃唐僧肉,在菩提老祖那,打听到孙悟空会投胎到五岳山,脚底有三颗痣,找到他就能找到唐僧。 师妹白晶晶也赶来,他俩都是潘思大仙的徒弟,而他是来找复兴人孙悟空算账的。 至尊宝看见白晶晶,对他一见钟情,为了获得晶晶的芳心,至尊宝剃掉了胡子。 长夜漫漫,无心睡眠,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,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。 好看吗?是你这臭猴子。 晶晶放出三昧白骨火,至尊宝顶不度,他这才知道,至尊宝并不是自己要找的臭猴子。 菩提老祖怕重要伤其无辜,谎真至尊宝就是转世孙悟空,并用自己的手充当至尊宝的手,来抵御白晶晶的三昧白骨火。 注意看菩提老祖头上的汗珠,而是多年前的电影,竟有如此细节。 白晶晶误以为眼前人就是臭猴子,回忆其五百年前,和孙悟空那段纠缠不清的缘分。 为了救这个冒牌后,他和师姐反目成仇,而自己也中了蜘蛛毒。 此时牛魔王也为唐僧而来,你能想到这牛魔王竟是官儿爷扮演的吗? 两人合力也不敌牛魔王,只好挟持至尊宝和尔当家逃回潘思楼。 而此时赵妖精透露出尔当家就是诸八戒,可至尊宝还是至尊宝, 他之所以不是孙悟空,是因为他还没预计那个给他三颗痣的人。 白晶晶对孙悟空于情未养,为了至尊宝和尸姐打了起来,被困在机关里。 春三十两准备用弥青大法让至尊宝爱上自己,却误打误撞,施法到了二当家身上。 两人打了个冷战,惊怀上了二当家的孩子。 如果你想彻底看懂大化西游,那一定要明白月光宝和的作用。 还记得大化西游第一部的全名吗? 西游记第一百零一回,知月光宝和,整部大化西游,讲述的就是孙悟空的修炼过程。 而助他修炼的,正是月光宝和,宝和上刻着凡文,抹合菠若菠罗蜜,是西游纪元柱中, 无朝禅师传授给唐僧的菠若菠罗蜜多心经全文。 菠若的意思是智慧,菠罗蜜的意思是彼岸,月光宝和的真正作用, 不仅是穿越时空,而是引导至尊宝,到达智慧的彼岸。 男人打了个冷战,女人肚子静大了起来,而他们不知道的是, 这孩子就是唐三藏转世。 白金金和至尊宝逃出盘丝洞,至尊宝安慰白金金,两人暗身倾诉。 不久白金金蜘蛛毒发作,眼看暴毙而亡,至尊宝只好冒死向蜘蛛精求解药。 等两人赶到,白金金已经被牛魔王抓走了。 为了得到唐三下落,至尊宝被关贪斯洞,他想挖地道逃走, 却意外发现了一切能改变他命运的宝物。 盘斯大仙留下他,能够穿梭时空的月光宝盒,随后他被吸进水连洞, 观世营的画像告诉了他一个惊天秘密。 孙悟宗,你当年罪恶透天,希望你今生的大蛇大狗, 困难前飞,万年前你师父唐三藏,为了输你一命,牺牲了他自己, 希望你能许你师父的样子,舍己对你,把你过去的一切最用心情, 只要你肯自然戴上金刚圈,你就可以念回法令, 变成齐天大使,到时候你就要付其取西京的重振,把历史重改。 请您一定要牢记这五个字,把历史重改, 不然当你见到这些人时,你肯定会一头雾水。 观音大使告诉至尊宝,他之所以没变成真正的孙悟空, 是因为他还没遇上,给他三颗质的人物。 当你遇上他之后,你的一生就会改。 至尊宝愣在原地,另一头,白金经被流魔王要挟, 到盘司洞找转世孙悟空,误以为师姐的孩子, 是他和至尊宝所生,悲痛欲绝,当场拔剑自闻。 为了救他,至尊宝决定用月光宝盒,穿越回过去, 穿越了三次都晚了一步,第四次终于救下了金经, 可在断龙石落下的那一刻,白金经为了救至尊宝, 可连魔王同归于境,被关在了洞里。 心有不甘的至尊宝,决定再穿越一次, 万万没想到,这次竟穿越回了五百年前, 遇上了那个给他三颗痣的人,还记得月光宝盒的作用吗? 引导至尊宝到达智慧的彼岸,但智慧已得,彼岸难治, 所以无论至尊宝重复多少次,他也无法救下白金经。 月光宝盒一旦开启后,悟空的修炼就开始了, 修炼什么呢?答案就在他的名字, 心经里讲到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 佛家认为有形世界的所感,所处,皆为色, 看上去真实存在,其是如同水中月, 镜中花,空空如也,五百年前的悟空, 无法安心和师父去取经,就是没悟到这个空子, 因为他心有牵挂,牵挂什么呢? 情爱,观音菩萨用月光宝盒, 给悟空创造了一个专属的修炼场, 让他直面心中的欲望,将他放进一个充满情爱的世界, 在这里,他变成了至尊宝,爱上了白金经, 遇上了紫霞,也看到了自己的内心, 忍不大话稀有,故事核心其实都藏在心经的最后一句, 接地接地,波罗接地,普提萨伯赫, 接地是渐行的意思,也就是要至尊宝成为孙行者, 波罗接地,就是要走过世间所有道路, 方能行向彼岸,狐狄就是悟空, 萨伯何以为快来吧,得起来就是快成为悟空吧, 所以当至尊宝最后一次念出波罗波罗命后, 穿越到了五百年前,遇到紫霞仙子, 他的命运也即将改变, 周兴驰为什么要给转世投胎的孙悟空, 请名叫至尊宝,为什么至尊宝在得到三颗痣之后, 才能成为孙悟空,其实至尊宝这个名字, 还真不是随便起的,熟悉排酒的朋友应该知道, 所谓至尊宝,是排酒中最大的组合, 即丁三配二四,这个组合又叫皇上, 猴王对,别名猴王爷, 但是至尊宝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猴王, 有趣的是,二四又称大猴, 丁三又称小猴,这两张牌单独拿出来, 是小到不能再小的牌, 但只要遇到一起,就成了绝配, 大猴二四再没遇见小猴丁三时, 一直生活在泥沼中,带着兄弟们, 在三五年都没人经过的荒漠中, 大劫为生,没有半点希望,只有躺平, 而小猴丁三也好不到哪去, 紫霞虽是神仙,但只配给佛祖当灯心, 出头之日遥不可及, 四凡下界后还成了天界通缉犯, 然而就是这么悲惨的两个人, 遇到一起,却成为最厉害的组合, 所以至尊宝这个二四, 只有得到紫霞这个丁三给他三科之后, 才能成为法力无边的齐天大神, 为什么非要给至尊宝三科之, 这三科之对应的是佛家三虎, 愿增毁,爱迭离,求不得, 也代表众生皆无的身影, 只有铭记这些,才能取得真经, 女人太霸道了, 不仅抢走了至尊宝的月光宝盒, 还宣布山上所有东西都归他所有, 包括至尊宝在内, 像驴子一样给他盖了个帐, 女人称自己盘司大仙, 那不正是春三十凉和白晶晶的师父吗, 至尊宝一看脚底, 莫名多了三科之, 他绝不肯相信, 可拿出照妖镜一看, 自己真的是孙悟空转世, 他才不要当猴子, 爱谁当谁当, 他还要穿越回去, 就梁子晶晶, 这盘司大仙原来就是紫霞仙子, 他和姐姐青霞本是佛祖日月神灯灵, 缠在一起的灯星, 两人虽然同一肉身, 却水火不龙, 白天是紫霞, 晚上是青霞, 紫霞对三界宣称, 只要能拔出自己手中的紫金宝剑, 就是自己的如意郎君, 此举被视为仙界耻辱, 遭到二郎身和四大天王追杀, 但紫霞法力高强, 二郎身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, 只尊宝为了酒精精, 求着紫霞把月光宝盒还给他, 却在晚上遇见了青霞, 不但没拿到宝盒, 还被捶了, 为了躲避青霞, 紫霞让只尊宝把他的紫金宝剑交给青霞, 骗他说自己被杀, 却意外发现, 只尊宝竟拔出了紫金宝剑, 原来他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一中人, 为什么只有至尊宝才能拔出紫金宝剑呢, 紫霞和青霞, 本是盘在一起的灯丝, 谁也离不开谁, 因此紫金宝剑不只属于紫霞, 也属于青霞, 所以叫紫金宝剑, 而要想拔出紫金宝剑, 必须同时得到紫霞和青霞的爱, 紫霞天真烂漫, 象征着感性, 青霞则稳莫瑞致, 代表着理性, 如何同时得到两个人的爱呢, 既能给他们甜蜜的爱情, 又能给他们强烈的安全感, 至尊宝是如何做到的, 白天是至尊宝, 晚上是秦祥林, 贵姓, 姓霞, 原来你就是我大哥说的那种, 林青霞啊, 你两个, 其实我大哥真名叫做秦霞, 我叫秦祥林, 这里星夜还调侃了当时香港茶余饭后的刊子, 林青霞和秦霞, 秦祥林的三脚链, 在起身上紫霞表白了至尊宝, 并献上了自己的初吻, 可至尊宝心里想得白晶晶, 拒绝了她, 自家不愿相信, 钻进了至尊宝的心里, 问她是否真的有心上人了, 并留下了一样东西, 得知真相后, 她决定成全至尊宝, 像所有表白失败的女孩一样, 伤心离开,